好 看清楚了 好 看清楚了 快 快 快 state 快 卖 优� 优优 快 慢 慢 这树是死的 人是活的 活人当然会闪避 这招难就难在 要人避无可避 闪无可闪 你一招出去咔嚓一下 对方就像松树一样 彻底完蛋了 你有没有在听啊 在听 人虽然蠢了点 好在你有内功功底 那些简单而又精深的武功呢 最适合你练了 用心练吧 你摇那棵树干什么呀 捉松树啊 捡松果吗 不是啊 我不是教过你要打的对方 退无可退 必无可避吗 刚才你的那一掌 劲道虽然不弱 可是那松树摇一摇 就把你的内劲给化解了 你要先学会打得松树不动 然后再发一仗 这树自然就断了 机功 我明白了 发力要快 要快到 让敌人无法抵挡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现在才明白呢 这招 这招叫做抗龙有火 长法的精药之处 不在抗字而在毁字 倘若像一只牛样使蛮力呢 谁都会使了 又怎么能让黄药师佩服呢 抗龙有毁 赢不可久 因此有发必须有收 打出去十分力道 收毁时却有二十分 功力醇厚 便在于这个毁字 明不明白啊 好像不太明白 你 以后再慢慢思考的 你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机功 我的头脑是比别人简单许多 但是别人家练一天的东西 我可以练十天的 也算是人间极品 继续练吧 嗯 打出去十分 收回了二十分 那以后就是三十分 那只以后就是三十分 太座就是三十分 那大大大大量